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来到家乌冬堡 但是见到至少有20个人等着 那我现在开始计算 看我排到进去的时候是几点 排队时店家会先让你看看菜单 消磨点时间才不会太无聊 感觉是什么 我拿着汉口网打冰冻 终于轮到我们了 总共等了一小时又六分钟 其实店面不算大 一眼看过去大约只有20个座位 如果猜测选择颇多 光是热的乌龙面就有20多种 还有冷乌龙面跟定食 我们点了两个和牛乌龙面 一个加蛋 一个加昆布 乌龙面条是老板亲手打的 所以每条粗细不太相同 牛肉有三四块 分量十足 这个汤底是有很甜的味道 不过最正是它的乌龙面 初初咬下去的时候是冷的 但到中间的时候就会觉得它有蛋 还有够大碗 所以这个乌龙是挺适性的 不过吃着碗里看着锅里 看到别周客人点了其他乌龙面 觉得很美味 想多点一碗时 竟然被老板拒绝了 说因为还有很多人在排队 所以每个客人只限一碗 看来只能等下次再尝试了 想来吃乌龙面可要留意时间 店家只营业到下午三点 而且卖完就会提早关门哦